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們先看到材料在這裡 第一個就是 有一個玉滴燈的材料包 它裡面會有 遼控器 接電的放置線路 還有什麼呢 還有主角 就是我們的 LED燈條 那 這LED燈條是 5050的LED燈條 然後可以 用並聯的方式 去發光 所以它可以不斷的串結 沒有問題 那我們要準備到的材料 有 這幾種 第一個是 塑膠瓦刃板 雙面膠 美工刀 奇異筆 還有一張白紙 牽筆 跟 橡皮擦 還有一張不支持 來做打倒的動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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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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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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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酒精把它擦掉 因為它對酒精 酒精對它有一個溶解的能力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繪製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把 稿都畫完了 它上面的線條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切割的線條 DSJHS 這種目前的設計 好那接下來 就是要開始動刀去切割的部分 那動刀的話 刀子我會建議選擇可以 比較好去卡住的一個機構 像這種 是用推的自動固定的這種機構 它通常在你施加比較大的力道的時候 也許它那牽扯力道比較大 它會滑脫一點 這是要格外注意的 另外我們下刀都是正直直的下去 這樣子才不會產生那種上下 臂的那種落差 好那我們就開始 做切割 切割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的是 你在切下去的時候可能 因為有兩層以上 所以你在切下去的時候呢 要特別注意你有沒有到底 好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你是否可以讓刀子保持在圓路徑上面 好這都是慢慢練出來的 那你假如說沒有辦法一次切割完的話呢 你可以 多次切割 一樣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因為它有紋路 那你在做跟紋路垂直的切割的時候呢 會比較吃力 但沒有關係 不要緊張 一樣是可以把它切下的 然後在邊緣的部分要格外的小心處理 不要畫太快 畫超過 就這樣子切割下來 好啦可以站點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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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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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 我們這次的外框不會封死,很簡單我們要先上電線 所以我們目前會先上雙面膠,讓它暫時固定 不會上到很死,因為你上死了就很難做調整,大概就是幾個地方 貼小條的不要貼太大 翻回來之後,我們要準備疊了,把它撕掉 我們準備翻回來,這時候要特別注意的是 我們在翻回來要疊的時候,我們的敵法 它的紋路必須要跟上版的整垂直,所以我們先把它翻上 好,接下來再把它拿起來,小心一點 好,可以 這時候,底板呢,就貼上來,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貼上來之後,我們就可以把邊緣拒掉 這邊要走過的邊,我們就把它取掉 好,注意,其實都還沒有完全的固定 所以我們的那個 邊呢,都還可以拿得起來,我們就照著這上面的固定 這樣子就是一個,底板結合上版的樣子 這樣子其實就蠻漂亮 好,我們接下來就是要開始 去,那個,處理 我們這條開孔的地方 那我們的燈條呢 我們的燈條,它有必須要接線的地方 好,這邊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先開個孔,讓它可以從這邊再撕掉 那在這裡,我們要先開孔的地方呢,我們可以用把它畫出來 一個1公分長,0.3公分發個孔 那考慮到,之後可以在外面放一個行動電源的位置 所以不要太高 那我會考慮在哪裡放呢 我會考慮在 正中間,或這邊,我這一側的地方 我們先坐,然後先開孔去連接 那我會想開在這邊 好,我會開在這裡 這個1公分長,0.3公分發個孔 這邊呢,等一下我們的燈條就會從這裡出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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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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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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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就是必須要把有電的部分再延伸出去 所以我們要把沒有電的燈條接上那個電線 讓它可以正常運作 那這燈條呢是並聯的方式 所以呢它必須要 它可以很自由的看你要接在沒有電的燈條的哪一個銅片的位置 那它銅片都是四個一組 有四個銅片 我們現在要先把外殼拆掉 上板的部分拆掉 放旁邊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比較清楚的看出來說 我們要怎樣走 我會建議用那個鉛筆或是 一些原汁筆啊 可以在上面先註記一下 好那我們這裡的線呢已經先處理好 J到H的部分了 那所以現在我們就是要來焊 要焊上去 好 那麼焊上去的時候就是現在要 焊上去的接點呢 先放上焊錫 然後焊上去 先碰到銅片然後再 焊上去 先碰到銅片再焊上去 好記得要錘氣 因為它下面的塑膠瓦爛板呢 會那個融化 所以我們必須要迅速的幫它降溫 好 那接下來就是把一根一根的 電線呢 就焊上去 那我們就是5V 最遠的5V對5V 好 那只要不要遮到電燈 燈珠都可以 接下來是 G 那記得在焊的時候 不要造成它短路 所以你的頭最好都是 完全的進入到 那個 焊點裡面 好 好 要不斷的吹氣 方向 好 好 兩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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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V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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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化化汗洗呢 熔會來 好 像這個 好吸吸氣 一個把 多餘融化汗洗 熔會來 這個特別注意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接上去的成本 我們就繼續焊下去 接下來就是我們要把 接下來就是我們要把 電源接上去 那這也是它的控制器 在這邊 我們這次所購買的是 還有藍牙功能的控制器 那插上去測試的時候注意一下 正極加號的部分 跟這裡的箭頭是配對的 所以呢,你要照著這個插上去 那它的線是黑線 黑線,然後配紅點 好,那在這邊呢 它的2.4G的遙控器 接收頭在這裡 那我們就遙控器拿起來 綠色 藍色 綠色 紅色 三元色呢,去看一下 它有沒有摔落啊 或是有沒有不亮的地方 或是色偏的地方 都沒有呢,那就是 完全正常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 開始把它蓋起來 我們就要把 上板蓋起來 好,那上板呢 那我們在這邊 上板已經 上板已經貼好了 那個雙面膠帶 那我們 就要 開始呢,去把它貼起來 可以 可以做 來 我們現在呢 就把它 蓋上去 那蓋的時候 特別注意喔 這些線 要壓到 線可以壓到 但是 不要壓到 準備好 空間 也會 那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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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這樣子就是完整的白天沒有亮燈的時候的感受效果 好 先把它入热水 它這次佔到燈子 就沒有掉 就先 好 這是它白天亮燈的效果 它有一些閃數模式 或是幻色模式 它還可以連到手機的藍牙 手機就可以操控它 做出不同的變化 甚至透過聲音 然後觸發它的幻色效果 那希望各位都會 操作 做出自己喜歡的加油版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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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